字幕- 李宗盛 又開始我們今集的新人透視了 是新人透視 為何會有國語呢?會有雙語的呢? 你不是說國語嗎? 我講廣東話好了 你講國語好了嗎? 不講國語 介紹我們兩位嘉賓先吧 好,我們現在在我右邊 右邊是胡美蓮小姐 女工協會 美蓮 美蓮 讀完你的名字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的胡美蓮 沒錯 他叫做ex-co-member 執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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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蓮 謝謝 另外一位導演 導演 導演是從北京外的導演 你不是公產導演嗎? 我不是 幸虧不是 要不然不可以來 OK 放心 為什麼有人邀請她過來呢? 就是她由一個新的電影 叫做完美生活 完美生活 就是即將上演 裏面最主要講 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女性生活 有北方到南方的女工生活 以及生活狀態 所以特別要他們講一下電影 也講一下我們中國女性 究竟在大國崛起之下 究竟有沒有真的站起來抬起頭 或者女性的地位 究竟有沒有真的改變呢? 是 完美生活 我們先跟導演談一部電影 好嗎? 那部電影我看了一個半小時左右 你喜不喜歡嗎? 可以問嗎? 講真話嗎? 我講真話的 我覺得有點悶 我覺得 我看過兩次的電影 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 嘩 嘩 這麼悶 我看到那個女主角 去到酒店 做事那裏 我就沒有看了 我就放下了 然後第二次再看 又由頭看回 第二次就看完整套電影 我看過兩次 有一個女主角 那接著怎樣? 不一次幾次 那個感想又怎樣? 那個感想 第二次看完之後 就 不知道是不是我 我對於女性的議題 我也有興趣 譬如 我之前看過一些電影 就是講女性墮胎 遇到那些問題 有很多電影都是講女性的議題 我也有興趣 但是這套呢 我就 我覺得 好像 不夠 怎麼說呢 我想 導演 你是不是想表達女性 在穩供 或者在職場上 遇到的一些問題 主要想講 那個女性 就是生活在社會邊緣 Marginal的那些女性 她們在她們自己的生活現狀裡 就是掙扎的這樣一種狀態 對 原因是 跟她有距離感 對 另外我覺得看得悶吧 可能是因為香港人 在香港看的commercial電影 是不是太多了 所以是不習慣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原因 都不是 這可能是一個原因來的 第二個 電影講真的有點悶 節奏是慢的 其實不是悶 是慢 為什麼是慢呢 其實這個是 因為北方 城市的rhythm就是這樣的 因為天寒地凍 那些人 生活的節奏真的慢 他不可能好像香港 說那些槍戰那些電影 真的很快 是沒有可能 但我會覺得 好看過 許愛人那套叫什麼 千言萬語 不是 不是那套 姨媽的後現代生活 都不是 那套叫什麼 女人四首 天水圍 天水圍 天水圍的日與夜 天水圍的日與夜 日與夜 那倒是 我也有看天水圍的日與夜 你們那套好看一點 我覺得 我覺得跟香港人有一個距離感 就是她在大陸面對問題 然後呢 所以我們看起來 如果沒有一種關係的時候 可能覺得有點不同 可是我滿喜歡那個 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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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最喜歡看美女 哪一個 兩個都美 兩個都美 兩個 哎呀 你不要這樣說 也不錯 不是兩個都好的 其實 兩個都很好的 原因 我知道 有些從大陸的朋友也好 認識一點點 當然不夠 你認識那麼多 就是 看到 在大陸的婦女 她們找工作那種 那種困難 然後她們生活上 一種遭遇 所以我覺得 我認識多一點 從你的電影裡面 但是我可能還想 就是借這個機會呢 可以講多一點 就是她們的背景 其實那個 你看電影的時候 因為我還有很多東西 因為電影那個 一個時間有限 一個電影呢 可能就是一個半小時 或者最多兩個小時 是完結了 其實很多東西 我是說不完 在一個電影裡面 我也想透過這次機會 來點笑多一點 有些新移民 婦女 她們昨天是怎樣的 就好像 劇情片裡面那個 女主角 那個背景 她那個城市 叫福順 不知道大家聽說沒有 福順其實是 東北 遼寧省的 就是一個城市 其實她不算一個小城市 她有700萬人口 哇 差不多跟香港 差不多 應該一樣的了 工業重鎮 對 是一個工業重鎮 當年啊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時候 在那個工廠 那個城市裡面有很多 那個大型的工業企業工廠 但是因為這個就是 中國進到那個 改革開放以後吧 這些工廠都轉型 就是面臨這個新的經濟 所以呢 大多數的工廠都關門了 然後大多數的工人 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工人下崗 在那個城市裡面 我們去拍片子的時候 就是做調查啊 基本上是有七百萬人 大概有五百萬人 是失業的狀態 工人 所以那些人的 這些工人的孩子 就是都沒有很少機會 可以在當地找到工作 這個是一個就是 很多中國北方城市的 背景 我這個故事呢 其實就選了這些城市裡面 一些工人家庭的女生 以他們做主角 對呀 他爸爸是失業的嘛 是啊 他媽媽就在那個餐車裡做主角 不是 餐車那裡是情婦來的 他爸爸的情婦 媽媽的情婦 他爸爸 就是 大陸叫下港 其實就是失業 那因為中國政府不想 講太多失業這個詞 就講下港 對呀 下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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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港就等於失業 對呀 其實就是失業來的 但是可能是 好聽些啊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那個詞 斬腳指的沙蟲 也不可以這樣說 可是他那個詞 很像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已經用了嗎 已經用了 有 已經用了 所以他很習慣去用那個詞 對就用下港 下港這個詞 總之就是說 他爸爸就是下港 對 我不知道 那個 可能 有香港觀眾 我不知道就是 聽起來的 聽到這個詞的時候 是不是就馬上可以反映出來 是失業 因為在那個電影裡面 是講下港 應該不會 現在一般都理解 下港就是失業 都理解 我覺得不會 一般來說應該不會 可能我們很多會員 下港以為他去了第二道 他就知道 他就知道 我為什麼知道是失業 我猜到是失業 他是猜的 對 對 我就不是很 即下港我聽過 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我感覺就是 人民公社的時候 他離開自己的那個 譬如他原本在城市工作 就說 你要下港 就是江位的意思 江位的意思 江就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 Job 你下港就是 你沒有了一個 沒有了一個 Job 是這個意思 江位的意思 美蓮就用這部電影 做你的籌款 是的 都說說你 為什麼會用這部電影籌款 為什麼會 認識導演 會選這部電影 認識導演 其實這次第一次見 是 你第一次見 今天是 嘩 謝謝大家的機會 之前和監製談過 我們其實就一直 我們之前就看 我們一直看中國和香港的勞工的時候 之前我們看過 其中一個監製 賀昌柯那個 五十四成記 那是港東北的工人 東北他是四川 四川 就是在講 西南 都是工業重鎮 是工業重鎮移過來 我們就看 其實就很想看 有沒有一些關於女工 或者是基層婦女 然後就在電影節 看到這個完美生活 就覺得其實 出口看的時候 就覺得很猛 那我不覺得悶 但就去到後段 覺得很有味道 還有可以想很多事情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覺得 其實這個 可不可以做電影籌款 我覺得難得 有講一個邊緣社群 即是世新移民婦女 即是基層婦女 即是基層婦女的一些處境 有一半是電影的 我覺得有些劇情的 我覺得其實是 去到後段 其實我覺得裡面是引發很多的想法 當第二個主角出來的時候 那個味道就是出來 我想因為 第二個女主角 她是涉及香港的處境 我覺得 沒錯 對照第一個女主角 其實我們覺得很不同 就真的看到 之前的情況 背景 還有未來的可能性 那個籌款晚會是 禮拜天 是的 這個禮拜天 1月31日 我們是下午開始的 我們就覺得 那個電影其實可以 引發很多的思考和討論 所以我們兩點 會邀請導演 和一些文化界朋友 有一個研討會 研討會都有幾部份 有幾個講者 三點半就看電影 是的 那個地方是在 理工大學 TU2017 即是要work in 還是要打電話 要報名 之前要打電話報名 買票 看著電話號碼是 27904848 是的 非常易記 27904848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這個星期日 大家要多多支持 第二節回來 我們繼續和他兩位聊天 好